因为我不太会弄 他们说弄个模拟器 我不会弄啊 我就是用的助手 是手机投屏 然后大家也可以去打开一个八字 去这个啊 就可以去练习一下哈 我们首先看哈 我们首先要判断 我们首先要判断 这一个八字到底是身强还是身弱 对吧 首先我们看日元得势 对吧 天干有得势 阅令没有 这个荧幕来生火 坐下又有根 得势得地 对吧 虽然不得阅令 但是怎么样呢 大家去把这个表打开 去把这个表去打开去看一看 那么就属于一种 这个均衡到偏强的一个状态 那么这种也是比较好求财的啊 也是比较好求财的 所以说我们来看哈 那么他属于我们就简单先判断来身强一个状态 对吧 那么我们看他整个现在的运 他就变成了身弱 对不对 对吧 本身遇着大运流年 这个大运用水来用克火 火又克金来泄耗他 那整个他现在是一个身弱的状态 身弱的状态 是克不出来财的 对吧 你看他这个2021年 辛丑年 是不是他的财 是不是他的财 是吧 哎 流月二月经浙这一月 是不是他的财 但是 他克不出来 深入 所以说看到这种八字来讲 那说2021年 说你这个2021年有财 但是有财也有机会 你看大运下面还有一个财 对吧 这么多财 但是可惜啊 身弱啊 但凡上面有一个来 这个比如说这是个钉火啊 来帮助他的 他也变身强啊 他也变身强 也能把这这这这三个财都给他克出来 知道吧 哎 这就怎么样 这就克不出来啊 这就克不出来 现在大家先别考虑形成和害啊 先现在就光练习这儿啊 不用看这个这个子丑和呀 这些 先不看啊 也不用看这些子某形啊 也不用看这些 先考虑啊 先考虑他身强身弱 然后考虑他能不能克出财来 先练这个啊 先练习这一方面 这一方面 不用看和和化啊 先不用看和化 这一方面先去断啊 这个准确率也能达到70% 懂吧 然后再结合这形成和害 如果没有形成和害 直接就可以断了啊 有形成和害之后 再说形成和害的一个问题 大家一点一点来啊 我也想省事说给大家直接讲完就拉倒了 但是不行 你们学不会啊 你们该蒙了 会有这个这个不好接受 刚开始 所以说先考虑啊 日元的一个情况 然后遇大运流年 他属于均衡偏强一个状态 对吧 那么他均衡偏强一个状态 遇见大运流年 这个鬼水 水来客火啊 水来客火呢 他就变成了一个深入了 他就变成一个深入了 所以说建财怎么样 求不来财啊 对吧 求不来财 求不来财的情况之下 这种就可以判定他为有财有机会啊 而且还不少 但是呢 都没抓住 全流走了 过路财审 过路财审 直接就可以这么去判定 不好 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就要去调理 在这种 他的这个2018年走的一个鬼友运啊 鬼友运下 要怎么样 要去给他补成身强啊 要去给他补成身强才可以啊 我们往前看一个啊 我们往前看 你看这一个八字 08年他走了一个甲虚运 深入啊 均衡 对吧 均衡偏强 遇见了一个甲木 木是什么 木来生火 对吧 变成身强了 对吧 变成身强了 变成身强之后 我们来看他的流年啊 流年有个耕银年啊 耕银年2010年 这个耕银年 这一年财运不错 啊 两个来生啊 这时候是不是变强了 变强 建材 就能刻得出来了 就能刻得出来了 这个时候把刚才学的这个文字拿出来 就可以对照了啊 就可以对照了 就是这么看的 懂吧 就是这么看的 大家需要去做大量的练习 需要去做大量的练习啊 不断的拿出八字来 然后呢 他到底发的是什么财呢 一股偏财嘛 写的是一个偏财 对吧 哎 他这刚是他的偏财 如果是正财呢 那么他这个刻刻出来之后 正财代表一个长期的收入啊 对吧 他代表的是一个长期的收入 如果是正财必须要好好把握 为今后这个机会来了 为今后的长远打算 可能是一个 比如说他开饭店了 是一个买卖 可不可以开 如果是一个正财 你告诉他可以开 一定要为长远打算开 他会是一个 过后会是一个持续收入的一个财 懂吧 比如说他这个有办这个工作啊 说这个工作可以落得下来 让他 好好的去把握 这也代表是一个长期收入财 但他这是一个偏财 啊 是一个偏财 那么偏财在成立的情况之下 就是 就比如说啊 这个这个 简单来讲 大家都理解 包一个小工程啊 就像这种的啊 或者是跟朋友这个这个合作一个什么 就是短期的啊 短期就来一笔啊 比如说这个今年拿拿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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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情比较好啊 像像我这个朋友收费品啊 那年的偏财就比较旺 说铜那年是哪年我忘了啊 说铜的这个价格很高啊 然后那个跟朋友合作了一把 哎 确实是挣了不少 但是过后就没有了 这就就属于偏财 这种就属于偏财啊 有很多人说这个彩票啊 偏财旺的彩票 我说也代表 但是概率太小了啊 概率太小了 那那那个需要你整个的偏财很旺很旺啊 你才能去稍微试一下啊 所以说彩票这个东西就不建议大家去去给这个这个这个命主去算了啊 就给命主去看了啊 因为整个的大家也都通过相关新闻可能也都知道 某一些啊 是这个人为的啊 所以说他不在整个的偏财和政财范畴里啊 所以说就不要考虑彩票的一个问题啊 所以说这一方面如果有啊 偏财啊 偏财来的可以去把握一下 那么会问了 那么我是与这个兄弟或者是朋友合作呢 来的这个偏财呢 还是说啊 是需要这个这个哪一方面给的 就是说比如说哪个领导了 给你一个小工程啊 或者是哪一个长辈了 像像我朋友朋友他就就是开发商啊 他就给他他这一个工程 这就属于什么 哎 这就属于印 印来生啊 印是我们的这个长辈是代表着这个权利啊 代表着这一种权利 所以说他这一个偏财啊 他这一个偏财很大的概率 是通过这个长辈或者是权利在手之人去给予的啊 如果是说合作方面啊 合作方面也可以啊 他也可以 但是他天干地之战的是这个印啊 如果是这两个是火属于笔节 比如说是丁和饼啊 属于笔节 这就属于什么合作 这就属于兄弟啊 大家知这回大家知道是怎么来断的了啊 这一方面是怎么来断的了 那么断好了之后 那么究竟呢 这一年哪个月开始呢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哈 清明啊 这是一个财 对吧 这时候是两个偏财啊 两个偏财 那么这一个月就很有可能啊 开始有啊 然后心心也是一个财啊 心也是财 大家看到这下面这个啊 财啊 这边也有财 对吧 哎 这就是留月啊 到留月的一个硬期 这一个月就要好好把握一个机会啊 好好把握一个机会 这个耕尘月啊 耕尘月 这个时候的财很旺 又有生 变身强 就可以把财刻的出来 就可以把财刻的出来 明白了吧 哎 如果一个人说 哎 给我看看什么时候发财 看我什么时候的财运比较好 就是按这种方式方法来看啊 发不了财怎么办 就要给他用一些特殊的手段和方法 去给他布置啊 去给他做一做风水阵呢 啊 去给他这个用一些手段来 把他这个身变强啊 没有财 给他忘一忘财啊 所以说很简单 对吧 我相信大家把前面的基础都看得比较扎实一些 了解的很透彻一些 其实到这些没有什么难的 没有什么难的 对吧 大家不要跳着看啊 那些学员跳着看 直接就跳的身强身弱 这个详细的这个这个传统派身强身弱啊 去看 那你能看得明白吗 前面都都还没有做练习 对吧 大家按照咱们这个这个我我这个整个的一个流程啊 整个的一个课程的排序去看啊 去看去学才行啊 所以说大家把这个这个记一下啊 记一下 然后做一做练习 基本上就可以记住了啊 主要是你要明白道理啊 主要是你明白道理 笔节其实就是日元自节啊 对吧 是为我的啊 大家就可以通过这个表来 就可以能分析出很多东西来啊 当你弱的时候就需要硬来生就需要本身的笔节来帮 对吧 哎 当你强的时候 你就需要这个去生时商啊 去克财来消耗你啊 来消耗你或者是官杀来克啊 去消耗啊 去消耗 懂不懂 所有的理全是这个啊 最重要最重要的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明白这一个理 这个根在哪 所以说你看啊 这些所有的这些根本的课程 所有的这些分析 全是根据这个道理来的啊 全是根据这个道理来的 然后大家把把这些都记一记啊 然后做一做大量的练习 做一做大量的练习啊 呃 然后案例呢 我过后会有大量的案例啊 去给大家这个这个去讲 会碰到各式各样的事情 然后呢 过后我们再去考虑这个地支的行冲和害啊 我们慢慢往后来 大家先去练这个啊 先去练基本的啊 然后多多练习啊 给大家留个作业 这个全凭自觉啊 因为我没工夫看你们这个作业 你们去最少要看五个啊 最少要分析五个 然后断一断以往断一断今后啊 他本身的财运局怎么样啊 然后他什么时候财运比较好 过后什么时候会发财啊 他如果不好的话 需要给他补啊 哪些方面需要给他补印呢 啊 还是补补这个财啊啊 大家去做这个练习啊 好 好 好 感谢观看